今天教各位在家裡面 常常你們會想說在家裡面 外面吃魚丸、花枝丸、貢丸很好吃 在家裡面怎麼做 其實在家裡面做不難 只是沒辦法做到像外面那麼脆 因為有些東西你不會喜歡加的 我們就不加 我們做用最健康最簡單的方式 教各位怎麼做花枝丸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各位看一下 我們要準備 這是一些米酒 白胡椒粉 鹽 糖 香油 然後當然花枝薑就要花枝了 然後這邊 花枝完之後 我們放一點肥豬肉 為什麼要放肥豬肉 就是你吃了之後會比較滑比較好吃 你不加其實也可以 但是一般加一點是比較好吃 你可以少量的加 真的不喜歡就不要加沒關係 然後準備一些 那個馬鈴薯澱粉 就是俗稱的日本太白粉 然後還有水 還有薑末 我們把它稍微切 因為調理機它太大塊它不容易打 最好呢 這個花枝呢 你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稍微 讓它冷凍 讓它有一點冷凍 然後 切好了這個魷魚呢 我們把它 魷魚切小塊一點 它比較好打 我們把它放到裡面去 然後呢 我們就加上 我們就加上 一些 肥豬肉 肥豬肉 不是豬油 是肥豬肉 是豬背油啦 好 接下來我們 加入少許的鹽 就加鹽而已喔 我們先把它打 打碎 好 不要打太碎 不要一次把它打那麼碎 我拿給各位看一下 保留一點顆粒 因為這 你不是要做生意 你不是要賣人家的 OK好 接下來我們把薑末放下去 好 這邊加太白粉的作用 是幹什麼呢 你加一點太白粉的話 吃起來它黏性 增加它的黏性 它第一它會比較Q 比較扎實一些 吃起來 也會比較滑潤一些 比較飽水一些 它飽水性就會比較好 然後 我們 這個太白粉 不能 直接加乾粉下去 你一定要加一點水 好 那麼既然加了水跟粉呢 我們調味料 就直接加在水裡面 就以這個水 待會直接這樣子 進去打 然後 白胡椒粉 也加它進去 然後 酒 一樣我們也加進去 那麼太白粉 大概要加多少 通常600克的話 我們那個大匙 兩匙的大匙 大概要加到三大匙左右 但是不是說一定要加三大匙 你加個兩大匙就可以了 三大匙的話 就是 粉會比較多一些 好 不要一次全部倒下去 我們 分兩次倒 這個時候打呢 你就不用那麼快了 因為第一次已經把它打碎了 第二次我們主要是把它打 主要是把它打勻 所以不要 急著把它開那麼大打 慢慢打沒關係 然後這太白粉水慢慢加 米酒 確定它打勻了之後呢 最後我們加香油 確定你打勻了之後 水都吃進去 看不到水了 最後加香油 因為 加了油之後 就不要打得太過分了 加了油打散就好 打勻就好了 香油我們大約 加個一大匙左右就可以了 好 最後我們把它用快速打一下 好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要來做這個丸子 所以我們另外要燒一鍋水 這一鍋水千萬要記住 不能滾 大約維持在80度到85度之間就好了 就是 你的手可以去摸它 很燙 但是不至於受傷 通常就是 你覺得水開了 你加一點冷水下去 然後開小火這樣就好了 捏的時候呢 我跟各位建議 你做好這個東西最好 我剛不是講過嗎 說最好是 冰得有點冷凍再來做 或者是你做好之後 拿去冰箱動一下子再來做 這樣做出來的丸子 口感會比較紮實 我們準備一個湯匙 一點水 然後捏丸子的技巧是這樣子 你要習慣這個手這樣子 拇指動 這樣捏進來然後拇指動 像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捏出很漂亮的丸子 捏給各位看 然後記住喔 水不要開 維持在85度左右 然後 像這樣子一顆 一顆 一顆剛好一個湯匙這樣一顆 你不用擔心說這邊熟不熟喔 這邊要用泡的泡熟 不可以滾喔 因為一滾的話 裡面的空氣 預熱會膨脹 膨脹之後 你在撈起來的時候 它會遇到冷空氣 它會縮 然後因為熱對流的關係 它裡面的水分膨脹 熱對流水分會往外流 丸子吃起來就沒那麼脆 沒有那麼飽水 沒有那麼飽水性沒那麼好 就不好吃所以不要滾 像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看看熟了沒有 這個怎麼看熟了沒有 你用捏的方式 捏下去如果中間有軟軟的 就表示還沒熟 這中間還軟軟的還沒熟 那我們再等一下 好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拿起來壓壓看熟了 內外一致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馬上要吃的話 你就趕快把它弄個冷水把它泡涼 泡涼了之後包起來放冷凍 現在跟外面買的幾乎就是 外觀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要像外面那麼脆的話 你必須要添加一些添加劑 你試試看你自己做 如果你做一次你就知道 原來天然的食品做出來的感覺 是這個樣子 下次一定真的一定要試試看